广东外员正式离别 球员不舍 杜峰不舍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天 我们都知道呢 CBA正式啊 看赛过后啊 广东男人的表现 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 那近期呢 关于广东男人队员的变化呢 是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首先呢 是杜峰啊 在和吉林男人比赛之后啊 将所有的广东球员 召集到了房间之内 为了大外员 爱丽丝啊 开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 爱丽丝呢 也表达了 对于广东队的感谢之情 这也意味着呢 这名能力频频的内线球员 将彻底的告别CBA了 那根据此前的消息啊 最初呢 爱丽丝呢 同意和广东队 两个月合同到期之后啊 再签订非保障合同 但此后呢 爱丽丝是由于啊 想要与家人团聚啊 因而呢 她才决定要离开广东队了 虽然爱丽丝呢 品行方面呢 是表现得非常的水和 但是啊 就个人能力而言呢 的确也是没有给广东队 带来太大的帮助的 甚至呢 可以用水和外缘来形容 整个第一阶段了 那爱丽丝呢 场均7分 7.6篮板 也是使得啊 广东队在内线方面呢 一直都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了 那广东队呢 今年夏天呢 针对内线的短板问题啊 是进行了长时间的外缘寻找 郑智呢 和霍华德都有过接触的 后来呢 还是由于啊 赛会制的原因呢 霍华德也是拒绝了 广东队的邀请了 而且呢 前往台湾联赛了 而在寻找 超级外缘无果的情况之下呢 广东队只能够以 非保障性的合同 接下来爱丽丝 这也是成为了 广东队的缓兵之计 整个第一阶段 爱丽丝更像是 广东队的一块鸡肋啊 在独方的体系之下 爱丽丝的主要作用呢 也就是为 马桑布鲁克斯和阿联的 争取休息时间 完全也是没有展现出 力往狂澜的能力的 那爱丽丝呢 身高也是2米08 然而呢 就对抗能力啊 以及个人爆发能力而言呢 却没有太大的优势 甚至和本土内线相比 也是差了一大截的了 在此前呢 和天津浙江 新疆三次球队的较量当中呢 爱丽丝也是三场比赛 得到了7分的 那这样的表现 也是远远没有达到一期了 因此呢 当时啊 即便呢 和米尔顿呢 是没有就位的 杜丰呢 也没有为其提供 太多的登场机会 宁克斯和一间联 也不希望爱丽丝 再用外援名额 拖广东队的后退了 因此呢 此次离开广东队 爱丽丝完全是可以 用暗蓝羡慕来形容了 而反倒是 刚刚加入到广东队的 另外一名大外援啊 汉密尔顿呢 展现出了 无比强硬的势头 在上一场呢 和吉林队的对决当中呢 汉密尔顿呢 贡献了14分 奇篮版 内线输出 仍然也是无比的强硬 他和一间联的轮转呢 整体的效率啊 要完全好于 和爱丽丝的搭档啊 汉密尔顿了 尽管呢 方式多种多样 内线单大 外线三分 都有着极高的命中率 而对抗能力呢 在联盟当中啊 能力也是属于 定级的水准了 此次呢 告别广东队之后啊 爱丽丝或将 永久的无缘碎杯了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在于啊 她的个人能力啊 根本无法在碎杯 站稳脚跟了 但是呢 尽管如此啊 广东队仍然给到了 爱丽丝引有的体面 能够呢 迅速找到 爱丽丝的替代者啊 对于广东队的而言呢 也是完全属于 可喜可贺了 好了 本期视频 我们就要收到这 记得帮甜甜点 带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